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签署法案,依照这项法案,将会向最富有部分美国人士加税,同时保留向中产阶级实施的减税措施,并且推迟实行几千亿美元削减联邦开支的计划。 奥巴马于星期三晚间签署这项法案,在一日前,美国国会议员通过了这项避免所谓财政懸崖的妥协议案。 在星期二深夜,奥巴马总统在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,说这是加强美国经济的广泛努力中的一步。 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国会政治对手将面临艰难的财政决定问题,首先要面对的是,是不是提高美国国债上限? 美国国债在这个星期达到了16万亿4千万美元的上限,可以应付未来大约两个月的开支。